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从一种戏剧类型发展为一种艺术表现形态 常见于漫画 相声 喜剧电影 电视 笑话 其表现的样式有三种 幽默 讽刺 戏法 幽默是缺点的自我嘲笑 过失的自我暴露 而呈现的一种肯定性的戏剧 而讽刺 则是丑自贤为美的否定性的戏剧 第三种 戏法 是带着批判剧里的模仿 喜剧就是对象言行之间的自相矛盾 不能不累 而激起人们的笑声 从对象上来看 喜剧是人生无价值的东西突然暴露 喜剧的内容是人生无价值的东西的自我否定 自我暴露 自相矛盾 不能不累 所以 陈利切夫斯基说 丑是滑稽的基础 滑稽的本质 在他看来 虽然崇高中也有丑 但是丑在崇高中并不是专于丑的面目出现 却是以恐怖的面目出现的 这种恐怖依靠它通过丑 显示的一种庞大威力 引起的是恐惧 这种恐怖使人忘掉它的丑 而当这丑并不可怕的时候 它就在我们心中激起完全不同的感情 我们的智慧会嘲笑它 所以 丑只有到它不安其位 要暴露出自己不是丑的时候才是荒唐的 也只有在那个时候 它才会激起我们嘲笑它的愚蠢 讨笑它的愚巧成拙 因此 只有当草力求自选为美的时候 那个时候 草才变成了滑稽 从内容上来讲 喜剧是被历史否定了的东西 它偏离或低于正常的历史尺度 所以 马克思说 第二次出现 是作为效剧出现 喜剧的结构 是一种错位结构 喜剧的对象内容与形式之间 互相分离 互相错位 低下卑鄙的东西 以高尚堂皇的面目出现 无足轻重的东西 以异常严重的面目出现 就会产生喜剧效果 否定性的形式 与肯定性的内容之间的错位结构 构成的是幽默喜剧 肯定性的形式 肯定性的形式与否定性的内容之间的错位构成的是讽刺戏 喜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用另外一个本质的假象来把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 就是喜剧的一个特质 喜剧的特征 最明显的还在于它产生的性 笑 从主体感受的角度来说 喜剧带来轻松愉悦的笑 这个笑包含着同情感 智慧感和新奇感 对象行为貌似重大无比 使观者不能绝对肯定不发生严重结局 所以心里绷着一根弦 再表现为一种同情感 但种种迹象又暗示着观者 结局将无伤大压 观者有一种智慧感 然而真正的结局又完全出乎意料 突然发生 他满足了观者的某种期待 但又不是期待的直接满足 而是与自有一定出入的满足 因而引起他的新奇感 这种种因素合在一起 便是喜剧的笑 是和道德智慧新奇与一体的审美效应 哲学家赫布施 提出了荣耀说 康德提出了预期失望说 苏梦华来描述一种突然 不相吻合这种过程的这样一个特点 喜剧所带来的主观感受的特征 从整体上来看 悲剧和喜剧对应而言 悲剧是人的本质力量经对象感性生命的毁灭而得以呈现 悲剧是人的本质力量经对象错位结构所形成的自我否定而得以呈现 两者所呈现的关系各有不同 悲剧是观者欣赏主体在对象中暴露自己的弱小无力 同时又把自己提高到与对象同样的高度 而喜剧是观者以胜利的姿态 对对象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否定性因素的玩味和嘲弄 透过错位结构 揭示对象的自我否定 在对象的自我否定中显示主体的智慧和优越的地位 这就是悲剧与喜剧